请收看 用意立人篇 请收看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收看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 阴阳日月最常生 可惜天理难分明 若有真圣鬼谷子 已出天下定太平 各位观众大家好 阿弥陀佛 欢迎收看用意立人篇 我是原办讲师 服务的地方是新花道场 新花道场在屏东县 新皮乡达铁村东新路136-9号 服务电话是0932-683-523 0932-683-523 新花道场最主要的服务 比较有显著的是 我们新花道场 因为从这个湖边 有一个来水 这个来水进来的地方 一边就是我们的这个福德正神 另外一边就是我们的至圣孔子 这个要进来的地方 刚好两个庙在这个水的两旁 所以呢 进来拜这个老祖的话 这个有财又有贵 那么求贵的方面呢 又特别的这个兴盛 就是我们很多这个来求子的 他们都能顺利的得到 他们的希望求男求女 最近也是有一队来 拿这个油冠和红蛋来拜老祖的 所以呢 如果你们想要来求子的话 可以来新花道场拜老祖 那我们来为大家介绍 在我龙边的是严厉讲师 我们请严厉讲师为大家自我介绍 各位观众大家好 阿弥陀佛 我是南投教室的原历讲师 南投教室的住址是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 707下201号 联络电话是0937617969 我是益京大学第十届的学员 我们南投教室在师父开示下 本来师父是说南投教室是 奇隆观音学 所以我南投教室要 入宅的时候呢 师父说要供奉奇隆观音 最近师父又开始说 现在因为我的主神是玉皇大帝 所以南投教室现在是提供的 欢迎大家如果有需要跟提供祈福的 求福的 求寿的 或者是说身体各方面的问题 通通可以来我们南投教室参拜玉皇大帝 谢谢 在我府边的是颜政讲师 请来为大家自我介绍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益京大学第五届的学员 颜政讲师 目前我在跟着颜冲法师 颜音法师 颜甘法师 一起在组成安心道场来跟大家服务 组成安心道场是在新北市 组成区中央路四段二号七楼 欢迎大家有缘的观众 一起来礼佛参拜 阿弥陀佛 那么我们今天要首先请颜丽讲师 来跟我们分享您的案例 上一集我的心脊乳粉的女儿的案例 还有一些问题 还没有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 那一位心脊乳粉的女儿的爸爸 他从金牛住家户病房 再来到普通病房 甚至于不用洗肾 甚至于健康出院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他在要出院之前 到了普通病房的时候 半夜的时候都会发烧 但是一直找不到原因 所以女儿又来找我说 老师那怎么办 爸爸怎么用 又都是半夜的时候才发烧呢 那我又跟他 普了一只卦 哎呀 就是因为医院有很多的灵界 他也是充分到了 让他找不出原因 所以我还是一样 请他拿他爸爸的 一件干净的衣服 一盘米 我们有分享过 就是说今天爸爸因为是男重 是男生 所以呢他必须要用 左手抓十二把米 放在一个红圆盘上 接下来 上面放他的一件 穿过干净的衣服 接下来上面再放 一只的 受精 一只的四方精 那只的福德正神的福经 接下来上面又放了七张的平安符 再来就是用我们 维新圣教的三十三天王的文书 这文书上面可以把你的缘由 这一位信众 他的出生年月日食住址 还有你的苦因 就是说你有什么病因 然后写在文书上面 接下来呢 就是还要送一部 天德经 好了以后呢 还要必须跟提供请示说 这样子会不会圆满 那这一位师姐的爸爸呢 因为第一次来处理的时候呢 就已经有请示过 是不是需要来点原神灯 结果需要的 因为是善圣碑 那点了以后呢 他的状况就一天一天的好起来 所以我要跟他补一支卦 除了说是灵界之外 我还跟他讲说 你好像是 因为他下卦 他是动在下卦 那下卦的话是昆卦 昆卦的话我是说 有可能是他的发烧 还有初学 他说除了发烧之外 他还有初学 但是就是一直找不出原因 那我跟他普卦以后说 除了你有充分到灵界之外 灵界的话就请他用七宝去拿去 帮他爸爸洗 那初学找不出原因 我就帮他普卦说 有可能是在你的腹部的问题 是不是请医院帮他检查看看 结果医院检查出来说没错 确实是腹部的问题是未出血 那经过这样子的治疗以后 这一位师兄前后不到八天 七天他就出院了 所以他好高兴 他就觉得说 我们的这个法怎么那么神奇 医院检查不出来的 居然还可以用普卦来帮他 找出病因 这是心急如焚女儿的案例的 后续出现的状况 那接下来呢 我在分享的就是 有一个师姐呢 她结婚了六年 那现在看到妹妹结婚以后呢 就马上怀孕 马上生小孩 而且又是一举得难 这位师姐呢 心里就起了一个 难过的心了 因为她是我正奇班的学员 那我就帮她看了她的先生 跟她的命卦发现 她先生是雷三小过 卦中呢 扶子孙 那没有关系 扶子孙 她在她的年月日又不忘 所以基本上 他们六年都没有避孕 可是一直就是 没有办法生小孩 接下来 看看这位师姐的命卦 是火天大有 是有子孙 可是子孙也是弱 所以我就说来 那再帮你查看看 因为他们基本上 得子就是会稍微比较 如果以命卦来讲 可能会稍微 过程会稍微再波折一点 我就说来 我再帮你看看 你们的婚课 结婚的日课 她的结婚日课呢 拿过来以后呢 我看了以后 我就发现一件事 原来她的结婚日 冲到 在我们通书里面 有妇媚子胎 跟母媚子胎 就是说 你日子冲到你的胎神 那你要受孕 就是会比较不容易 因此 我就帮他们两位 重新 再折一个日子 往十神 以我们来讲 叫做十神有气的 就是她怀孕的 比较有旺气方的地方 去晚五天 就是旺气方是在他们的 我们台湾的东南方 请他们去晚五天 但是在这个要出去之前 那一天 她必须再去拜祖先 然后呢 叫几个人去 就是说等于是 重新结婚那种意思 让她能够十神有气 找的日子也是十神 十神有气的日子 让他们出去玩 好 那出去 完了以后 结果 接下来呢 经过几个月了 还是没有受孕 那我就跟她说 那是不是请师姐 去做一个健康检查 就是说先生跟你 师兄跟师姐 两位夫妻 一起做一个健康的检查 检查报告出来以后 她就有一天 她就跟我说 老师 我先生呢 他基本上呢 他的性质 也是稍微比较弱一点 然后呢 他自己本身呢 有子宫肌瘤 又有那个卵子早衰症 所以呢 他们可能势必要用 不是人工受孕 那就是用试管婴儿 我说好 没关系 那既然他已经来说 想要生小孩 那本身又有卵子早衰 那怎么办 首先我就跟他谱挂 是不是先去吃 用中医来调理 让他的卵子早衰 这个症状可以改善 在普卦过程当中 我当然内举 脾壁亲 因为我的儿子 他本身也是中医师 他也帮他普卦 可以 那我就说 他的子孙是妄向的 所以我就请他说 那你就去找我们的 那个谢医师 请他帮你调理 然后呢 调理好了以后 取卵的时候呢 看他的你的卵子 看有没有机会 再变胖一点 后来他调理几个月以后 当中他也开始在做 试管婴儿的 一个过程 就是说每天晚上 要取暖 他必须要打针 每天他晚上八点的时候 老师我八点要打针了 好 那他要打针以后呢 他就必须配合中医 结果 在他去给那一个 中医师把麦的时候 中医师还跟他讲了一个问题说 你的疏软管不通 一边的疏软管不通 他就跟我说 老师 真的耶 我星期三才去用超音波照 医院跟我说 我的一边的疏软管不通 结果 医生中医师跟我把麦说 你的一边疏软管不通 确实是这样子 当他经由 这样子调理以后 他做了三次的 两次的试管婴儿 最后一次是做 人工受孕 结果我跟他普卦说 你要什么时候做 哪个月去做 什么日子去做 会对你比较 子孙望向的日子 会对你比较有帮助 他也很高兴的听我的话了 他也有诵经 我跟他说 求子嘛 那你就乖乖的诵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他就说 好 然后也就是这样子诵 诵了以后 他又做人官 人工 是那个人工的受孕 这样子 所以接下来呢 第三次的时候呢 他第一次做 是没有成功 第二次做 是有直进去 但是呢 就是几天以后就 就那个 卵子就是等于是 流产的感觉 接下来第三次 这一次终于做成功了 而且啊 他的预产期 而且事实上是说 老师 照出来是男生哦 而且很健康 现在他的预产期是 七月底到八月初 所以呢 我们的译经 风水还有诵经 这种宗教 用宗教法语 是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一些 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谢谢 感谢严厉讲师 跟我们分享 这个求职 真的很幸福 但是呢 我们能够用译经 就寥寥昏明 可以知道 急凶祸福 那么什么时间 用的是什么 这个方法 还有在往哪一方去 这个都是在我们 用译方面 可以把它很正确的 把它做到 那如果我们 一般人就是一直去找医生 但是我们知道 如果说命中 是比较弱的 真的没有靠 我们的宗教法语 来补墙 靠我们的修行功夫 靠我们来做功德 那是没有办法的 关于我们的流年 吉凶 也是非常的重要 这是我们师傅也常跟我们讲 我们要来学义经 我们除了自己可以保护自己以外 还可以帮助我们的家人 帮助我们的亲友 来看他们的命挂 从命挂当中能够知道 他这个流年的吉凶 所以我们每年都会让我们的学员 能够来看自己的命挂 来沾流年 让自己能够平安的度过 这是非常的重要 希望大家能够有机会 多接引亲友来学习 这样大家家庭会更加的平安 那么我们接着呢 来再请严正讲师来跟我们分享案例 好 案例的吧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 因为之前跟大家分享 找工厂场地规划的部分 那规划好以后 那当然那规划的又必须要签厂 签厂的部分 我们就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你签厂必须要责日 责日这个日期 以不充我们的坐项 以不充我们负责人的生肖 不充负责人 及他们公司里面的 一起的合伙的伙伴 一起在做 就是整个在不充责的情况来写 当然这个部分 也是跟选我们搬家的时间一样 只是说它是搬机器 我们一般搬家是搬家具 这样子来 那搬机器 当然事先我们日子决定好之后 它就必须要跟一般搬运的公司 我们一般讲托比亚 就是再帮忙来搬 这些都事先搬好 就联络好 那即时到了 即时一到 那时候我们就建议他 在工厂的门框上面 我们贴了三张 大概五块钱的那红纸 再贴上去 然后整个再把门 前面打开 打开之后 那时候因为是旧厂房 我一直建议他 用盐米来化煞 来供养 因为盐是化煞 米是供养 那就从 他的工厂门开之后 从笼边开始一直撒 撒到府边出来 那当然这个中间 也是蛮 就是要蛮长时间的 工厂整个 但还没搬进去 还是空的 还OK 就整个撒完之后 然后门打开 撒完之后 就机器就先进去了 就慢慢都不要 就把机器 就把它载进去 再慢慢地 一个一个再安装 这个部分 是工厂的部分 那办公室 办公室里面的主管 负责人 也就是董事长的位置 也就是按照 几时 几度 几时 来装 来安卫子 那安卫子之后 那因为 那这家工厂 本来 在旧厂 就有 安奉 福德正神 那福德正神 我们 他要搬的时候 我们前三天 就有跟福德正神 先禀报 点箱禀报 所以我们 某某工厂 什么时候 要搬到 新的柱子那边 把柱子 跟福德正神 先禀报 禀报完之后 在搬家 搬的前一天 中午 五十的时候 我们就 再点箱禀报 来先把 福德正神 卢 整个请下来 请到 再请过去 然后 在我们 安神会的前一天 下午 我们就 先把 福德正神 神像 就是 神尊 卢 还有一些 就是整个神桌 我们就是 先搬过去 搬到那边之后 我们也把 福德正神 也就是 先 放在一般的 北斗 因为 没有 碰到三萨年的问题 所以我们就直接 就一般 底下先 红纸 然后炉 也没有说 直接 炉是没有用 那个三萨的炉在弄 我们就直接摆着 第二天早上 安奉的时候 我们就早上 请负责人 统统一起来 再安奉 因为是安奉 福德正神 所以我就建议他 我在我们到场 也带了 福德正神真经 再去 请他们 负责人 主管那些 大家一起念一部 福德正神真经 福德正神真经念完之后 安好之后 念完之后 整个在宝贝 在请负责人 福德正神 是我做得很正 结果 点三圣杯 那也就OK 那我们这个 这方 我是建议 他们工厂 是把它 点环香 点着 因为环香 就是点 联系点三天 点着 因为不然 他说 一般工厂 下班之后 也就 没有人在那边 因为点香 点蜡烛 是比较怕危险 那我们就说 那蜡烛的部分 因为就点小蜡烛 完了之后 我们就是不想 每天点就好了 然后就是点香 那个 点环香 一直延续的 三天 这个不间断 用这种方式 然后在 整个工厂 签完之后 然后就是 他负责人的 办公桌 办公桌子的安排 整个 因为 那个 主人的办公桌 跟工厂的座向 刚好是 不同的方向 不同的方向 没有 同时 因为同步方向的话 那个 机器就不是在 隆边了 就是在 整个我们在 座位的隆边 跟福德圣神的隆边 也就是 之前 跟大家分享的 一些 会动的机器 就是比较 动的 纤细冲床 雷射机 折床机 折床那些 通通都在 安在 主人的隆边 福德圣神的隆边 整个来 那当然 这个部分 大家也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 有时候 因为就是 楼梯上来之后 会直接 跟福德圣神 冲到边边 那这个部分 因为 爱与位置的关系 我就建议他 在福德圣神 桌子的旁边 把它做个屏风 从地板到 那个屋顶 整个把它 整个遮起来 那这样一进门 的话 就不会直接 冲到福德圣神这边 这个整个就改善了 那这个整个 搬迁的部分 我们如法如鱼的 整个在做 做了之后 也就刚刚讲的 在之前 在跟大家分享 就是整个工厂 合乎 我们老祖师尊 师父传的话 以龙边洞为主 龙边洞的 虎边的话 我们都尽量 做比较近的工作 那这样子来 整个工厂 进行的 都还蛮顺利的 以上是我跟大家分享 在班间工厂的注意事项 等于说一个案例 跟大家分享 以上 阿弥陀佛 感谢严正讲师 跟我们分享 关于这个山煞 我们知道 今年是卯年 卯年 害卯卫 这个煞西 所以我们西边如果 有要这个动工 要修造 我们要特别的注意 不能去动到西方 这个西方的这个位置 你如果没有真正的来学 我们的义经的话 你往往都会搞错了 因为我们是以24三来论的 所以呢 我们不要想说 我都是做西向东 我做东向西 我做南向北 然后这样就来论 所以你们如果说 有想要修造的话 我们一定要了解 这个怎么情形 才不会这个换了三煞 因为三煞 如果一动的话 那么会伤三条命 这是很严重的 所以在 还有这个搬家方面呢 也是一样 我们这个选日 非常的重要 里面的这个 官乙搬家的这些法仪 我们在妙华谱传里面 讲得非常详细 那么也欢迎你们如果说 希望家里 我们的信众朋友 你们如果还没有来上 我们的初级班课程 你们还没有时间来的话 欢迎你们来请这一本 妙华谱传 这一本书可以说是家庭保顶 这个我们很多都是来请这一本书 来分送给很多的朋友 让人家平安 那是功德无量 那我们接着再请严厉讲师 再为我们做分享 接下来我再分享一位 移工的案例 这位移工呢 他本身今年是 是遥是有 所以今年毛的话是毛有充 那因为是泰国的 他本身又没有学过易经 所以他也不知道 就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要接我们今年毛年的时候呢 事情就发生了 他因为是过年期间 所以在台湾的过年期间 他跟朋友呢 喝了酒以后 在那个台阶只有 区区五个街的地方 结果可能就是喝醉了 就往后倒 就送到医院去 结果是昏迷指数三 那昏迷指数三呢 因为亲人没有在那边 在我们台湾 所以他的主管的太太 过了将近一个礼拜的时候 他跟我打电话说 老师某某某啊 他在某公司啊 是我先生的下面的一个员工 他这个人算是平常表现还不错 可是因为是移工家里又没有 亲人跟过来 那请问他现在昏迷指数三 我们有什么办法来帮他的忙 那当下呢 我就说好 月说明天 那你找看看 有没有一样的 我是用请提供给你加齐 那就一样的也是 用迷 隔天呢 他说 老师 找不到他的衣服耶 怎么办 我说赶快赶快再找 结果 那个仲介公司 其实因为他发生事情以后 仲介公司就把他东西都收走了 在他的办公室 他住的地方的办公室 刚好留下两件 没有被那个仲介公司把他收走 好像好高兴说 快快快 我们已经找到两件了 那我就说好 那就两件 我们就轮流 轮流用 好 第一次呢 就用一件 一样的也是用米跟衣服加齿 然后说 来你就代替他的亲人 诵经回向 就由你某某某来带 我们救人一命 圣照七级浮屠 那这位移工呢 他非常有福报 在我们帮他处理的时候 隔两三天 就是我们的农历的大年初一 那刚好又有许多的师兄师姐 来这边参拜 我们南投教室参拜神佛 参拜我们的提供 观世音菩萨跟王产老祖 我就说来 师兄师姐 既然我们今天来了这么多人 那我们就写一张文书 帮这一位泰国的义工某某某 我们帮他加持 加持他早日清醒 因为他已经昏迷指数只有三 好 我们大家都非常虔诚的 大年初一来的人 都是写了一张我们的文书 然后帮这一位泰国义工加持 结果就这样子 不到四天 有一天那个学员 第四天了 他说老师 他已经有意识了耶 脚好像会动了耶 哇太棒了 那接下来呢 因为他是在加护病房嘛 那衣服可能就没办法拿过去 那我就说来 我们把天空清洗看看 是不是说他的衣服 就一直放在这边 给他加持到他出院 结果也是三圣杯耶 我说好 那接下来呢 如果说他可以衣服可以换的话 你就把他拿这一件衣服 加持过的衣服 去给他盖着也好 然后再拿另外一件衣服 你就是当是你家里的亲人 你做功德 我们大家一起来帮这一位泰国的义工 就这样子 一天两天三天 只要我们有诵经的时候 我们就会请我们的学员 一起把他的名字写下去 从他的昏迷指数三 渐渐的有意识 接下来原本医生说他会瘫痪 原本医生说他会一手一脚都不能动 那渐渐的呢 他会刚开始醒来的时候呢 他都认不得人 接下来在加持的过程当中 然后呢医生配合治疗的过程当中 这一位师兄泰国义工呢 他就从会动到清醒 到会认字到会说话 到会慢慢的 现在是回到泰国去做复健 所以我就给我们那些学员说 你可以跟他要一张 他目前状况的照片 传到我们的南投教室给我 让我来跟听公秉说 这一位移工目前因为听公的加持 让他可以转为为安 然后呢 我还跟这一位师姐说 你要跟他讲说 他今年因为运比较不好 所以呢 如果可以的话 你是不是给他按个泰税 那重点哦 重点来了哦 那时候呢 他来我们南投教室 要跟他加持的时候 提供要加持的时候 我们就问他问题公说 像这个的话 我们需要不要 需不需要给他点原神灯 居然是不用的 只要提供 愿意三圣杯帮他忙 这一位就不用点原神灯 就这样子经由 米 衣服 放在我们南投教室 提供 这样就给他加持 就给他加持 到现在已经回到泰国了 虽然他说 目前来讲是 还没有完全恢复到健康 但是呢 他是已经可以慢慢的走路 吃饭 反正各方面都进步到 跟正常人都一样 这就是我们 我们的体供 老祖和观音菩萨的一个威德力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眼力讲师 为我们分享这个 非常精辟的案例 那么我们真病 无药营养 所以说 其实我们吃药 有时候真的是 如果是有关于 我们因亲在主的问题 或者是说 我们有灵界的问题 你要吃药 那还是没有办法 所以这就是说 我们就需要靠宗教的怀疑 所以师父常说 众生的病 就是我的病 所以秉着这样的一个胸怀 就是说 我们能够 这个万物 都是一体的 所以秉着这样的慈悲心 来为大众服务 那么就不会昏你和我 那么就不会有什么所谓的 人和人之间的一些恩怨情仇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 微信圣教 除了在 易经风水 和宗教 法仪 这个三宝之外呢 其实 我们 最主要的 就是要 让我们每一个人 都花挥 我们心灵的 这个光亮 就是一点灵光 我们每一个人 如果能花挥 这一点灵光的话 那么 我们 都会 都是 人生都是光明的 接下来呢 我们再请 颜政讲师 来为我们分享 阿弥陀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接下来 跟大家分享 碰到 三三年 搬家的一些 注意事项 因为我个人 在有一段时间 因为 某种原因 把房子 就是要搬住家 那 当然原来是跟 租房子 租了之后 那 租了几年 结果 那个房东 急着 要把房子 要回去 那要回去 那我就必须 在另外找 另外找房子的时候 碰到的 房子 是蛮OK的 找到的 OK 是可以住 可是问题是 刚好 那一年 是碰到 三三年的部分 也就刚刚 我们主持 人办讲师讲 三煞年 这个整个三煞的话 会连续 碰到三件事情 那我当然 我也是 蛮担心的 那时候 刚进入中门 在学的时候 也就 请示 那我们就是用 那我们就是用 三煞年的 搬家方式 首先 首先 我们在 折 月 折日的时候 因为 年三煞 我们就是 月 日 时 不三煞 为主 月日 时不三煞 为主 这样子来 做 我们就是 整个 并且 我们在 折日的时候 我们要捡 太阳 太阴石 来 入宅 那我们 在进房子的时候 那搬家 我是先用 第二次的 洗米水 来先 进 那先进了之后 然后再把 我们的东西 家具 也搬进去 因为 那是 临时租的房子 那 再搬进去之后 那我就是 有请 那也 刚好 因为 你们住家 没有安神位 所以就没有说 不会担心到神位 还要签 还要安 福儒 还那些都 没有去 不会说 考虑到这些 我们就考虑 先搬进去 能源的 能平安 为主 所以我们就是 以三三年的 方式 三三年 那个注意事项 来搬迁 那搬了之后 我们在 那个 我们那个内门 内门的部分 门的内部 那个内 内源部分 我们找了两个 就是如法如意的 找了两个 那个矮板凳 矮板凳 然后我们再用 安徽米 用红花米 在那边 整个供在那边 整个早晚 我请 太阳新军 太阳新军 准备事务加持 和家平安 这个部分 整个就 在做 三天后 我们就是 三天的 我们就是把它 再用一千的寿金 一千的寿金 然后在金炉上面 筒子烧化之后 在这把 先烧三百寿金 把那个 红花米 在 那个金炉上面 就是把它 左三圈 右三圈 给它 整个 就是回归本位 就是 整个回归本位 然后这个 银柱烧完之后 金子烧完之后 那个香灰 金子的灰 所以我们是 妙华补传里面 讲的是说 我们可以的话 拿出去 能够 放水流的部分 放水流 可是 你目前 在我们都市里面 居住的话 放水流 其实 是蛮困难的 因为你 放出去的话 不小心被一些 怎么捡取达人 看到的话 就是说 我们制造污染 那就不好那个 所以我是以 摆在那个阳台 在三天 三月之后 然后再用报纸 把它包起来 把它包起来之后 然后就再 把它丢掉 用这种方式来处理 所以三萨年 当然 三萨的话 我们碰到 我们有 妙华补传里面 有一些 我们可以来做 再造的来做 可是我们 就是以我个人 所碰到 因为刚好 要换租房子 那租房子 也碰到 三萨的部分 我想 电视机前面的朋友 也应该是蛮多的 碰到 三萨的话 那因为租房子 有时候 房东急着要 把房子 卖出去 或者说 他房子定有 他用 那就必须 要搬 搬 我们就找到房子 就会有这样 那以上是我个人 在三萨年 碰到的 一个方式 我就来跟大家分享 接下来 跟大家分享 一个 因为搬家之后 有床位的问题 床位 这个都是我个人 在亲身碰到的 那因为我是 做设计的方面工作 所以在有时候 接到客户 在客户的文字规范 给我的时候 要做出实体东西 是要花点时间 花点精神 所以我就会 那时候很年轻 就会想说 自己把自己的构思 假如说睡觉中 有想到某个构思 就可以把它画出来 那我就很 把它买了一张小书桌 摆在床边 床边当然也就 没有去注意 因为那时候 还没入中门 也不知道有一个桌角 或是矮跪的 会射到颈部的部分 也都不知道 这个部分 就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 我在床的旁边 一般人家是说 摆化妆台 我是跟我大家讲说 不摆化妆台 我摆我的书桌 那我在 所以就是有时候 想到某个程度的话 可以直接把它画出来 可以建立起来的图面 这样可是 在过一段时间之后 因为我是原来在 中和住 在林口上班 每天就必须要坐交通车 那做得很奇怪的 在桌子摆了之后 现在回想起来就是 桌子摆了之后 怎么这样 睡睡睡睡的 那个颈椎那边 颈椎那边都会动 有时候坐到那个 坐车 虽然说三四十分钟的路程 那坐车 就变成说 坐在一半 就会坐不住 整个就会痠痛 那这个也不知道 我们也就还没入中 我还没入中门 也就不知道有这种问题 那另外 这个床的部分 我们另外一边 虎边 就是 靠近厕所 靠近厕所 那也是很奇怪 靠近厕所 那我太太 刚好 我太太有个朋友 那时候我都是 还没入中门的时候的 一些往事 她的朋友说 到我家看 她说 你睡这里 吃不睡 我们也听不懂 听不懂 那我再说 这是怎么呢 她说 你一后就知道 那我更莫名其妙 我那时候 也还没接触 还没进入中门 那我都一直在 刚才金刚摸不到头绪 我是说 是怎么回事呢 她又不讲 那后来 有这个机会 我们进入 我们中门 我是在 大恩寺 初起二班的时候 进入中门的 那进入中门之后 慢慢学习 慢慢地 在看 已经 洋宅的部分的时候 才发觉 我们的 属于 那个 右手边 会碰到 那个 厕所的话 那人 会睡得 越睡 越分层 那后来 我就是 把它 移开 大概一个 三十公分左右 那移太多 因为 大家都知道 现在公寓室的房子 都 很小间 没办法说 整个移太多 那 学习之后 也知道说 那个桌子 书桌 影响到我的颈椎 所以我就把桌子 也给搬开 好 搬开了之后 然后 整个 也不是说 马上就 改善了 也大概有一两年的时间 那时候 也找 颈椎 推拿 湿 那些 都没有用 那后来 把桌子 搬开之后 整个 慢慢地改善 同时 我床铺 移开 离床位 离厕所的 那个 空间 也大概三十公分左右 大概移开 然后在床搬开 慢慢地 我们的生活 就有改善 整个 那 这个 以上就是说 我们在 不知道的情况下 像我们一般 我们的床的前面 床的这两边 会有床头柜 矮柜 矮柜 那一般 都会 直接 以那个位置 大概会 射到 那个位置的部分 所以这个部分 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 我们在 床的旁边 要尽量 不要有 脚的部分 不要直接射到头 或是颈椎 那以上 是我个人的经验 跟大家分享 阿弥陀佛 感谢 严正 讲师 他所说的 就是说 在不得已的情形 显太阳 太阴 这个太阳 就是人间贵人 太阴 就是天上贵人 这个是在不得已的情形 我们可以 用这个日子 还有这个香灰的部分 我们不用的香灰 像去 这个佛事 请的这个香灰 一定要把他化送 不要乱丢 这样我们才会平安 还有这个颈椎的问题 这个都是风水的问题 所以大家 来学艺经 你们就会了解 那么 今天非常感谢 严厉讲师 还有严正讲师 这么精彩的案例 让我们一起来攻占 王禅老祖 教主天威 王禅老祖 上界先锋 慈悲敏事 故我积首顶礼 感谢您的收看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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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守 Inspector 又期请 以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